许多人一想到金门 第一个就想到举光楼 因为从前举光楼尝试金门邮票和风景明信片的主题 因此成为金门的象征 举光楼完工于1953年 由当时的金门防卫司令官吴连将军所策划兴建 用来表彰国军的英勇事迹 弘扬无望再举的精神 举光楼是仿古代宫殿的三层式建筑 外观雄伟 气势非凡 从以前国军英雄馆的角色 后来变成历史文物馆 现在举光楼则成为旅客服务中心 提供各项旅游咨询 走出占地的色彩 举光楼现在肩负起金门旅游服务的新时代任务 一楼的舞蹈风情 介绍金门的风土民俗 以及各项地方美食与特产 让您更认识金门 二楼则是介绍金门各项自然资源与特色 三楼的展示详细说明了金门的战争史 以及战争对金门的影响 当然您也可以在这里了解到举光楼的建筑特色 建议您登上观景台 在这里金城的景色一览无遗 更可以远眺小金门海域及厦门 风光明媚视野广阔 让人心旷神怡 您也可以夜访举光楼 在灯光的烘托下 有着跟白天不一样的味道哦 沿举光楼往下走 就是举光湖 现在的举光湖 湖面宽广 偶尔可见水鸟飞过 是一条很好的休闲步道呢